大家好,我是Stan EXID成员Honey也确诊了新冠肺炎 Honey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与Honey有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确诊了新冠肺炎 因此Honey自行接受了PCR检查 在今天上午收到了确诊通知 因为Honey的确诊 他正在拍摄的JTBC电视剧IDOL 也进入了紧急状态 目前剧组已召开会议取消了拍摄行程 也安排与Honey接触过 或者是东线重复的演员与工作人员们接受筛检 然后现在与Honey是同一个所属公司的演员允教宁 也传出了确诊的消息 从去年新冠肺炎爆发后 现在是传出最多艺人们确诊消息的时期 还是那句话 戴口罩勤洗手 希望确诊的艺人们都能早日康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庞滩超越庞滩的消息 庞滩孙怨的新曲Permission to Dance 登上了皮里波的哈摆的一位 因为到上周为止 是庞滩的波特连续7周拿下了一位 所以庞滩孙怨也创下了 即1964年Peters之后 在皮里波的用自己的歌 激励登上一位的第14位歌手 在组合当中 是继2009年Black Eye的Peace之后 时隔12年的大纪录 而除了参与的歌曲CBGlobe之外 庞滩也拥有了4首 一发表就登上皮里波的哈摆一位的歌曲 而拥有4首以上哈希尔出道曲的歌手 除了庞滩之外 也只有Ariana Grande Drake Justin Bieber三位歌手达成 最后引用一下音乐评论家的话 BTS线上中最重要的影响力之一是 提升了整个Kpop的形象 BTS证明了能够登上顶峰 美国的主流产业们也在关注这一点 BTS已成长成 美国主流歌手也不能随意超越的男团了 成员们真的辛苦了 希望能像这位专家说的一样 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多的Kpop团体们 能在世界舞台上拿下后成绩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有创意的韩国产品 韩国人很喜欢喝酒 然后在喝酒的时候都喜欢干杯 但是既没有爱人也没有朋友的人 在家自己喝酒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可以干杯 所以会感到更加孤单 所以在韩国出现了这么一个巅峰扇 是很有创意 不过跟机器干杯的话 会不会更觉得悲伤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IDOL们做游乐设施时候的类型 尖叫型 AXEL PICKER 时间赶紧过去吧型 LOBLYG 旅宿奖 情绪百变型 TWICE 紫余 尖叫 哭泣 微笑 用表情说话的 SUPER JUNIOR Q형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 不怕游乐设施的类型 然后是这类型的霸主 我们接着看 今天节目的影片 我们下期收看 更紫有趣的影片 我们接着看 看看 怎么可以 不甘常说吗 但如果我代文质买不开 说我什么 可能没办法 其实 回来说 不甘常说 我真的很容易 我哪壳话 我现在没有 可先生 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